耶 哈喽 大家好 今天将继续为大家带来复仇吧第五集的内容 在上一集中 咱们讲到了敏俊得知嘉文不是海拉和李哥的孩子 他们真正的孩子已经胎死腹中 李哥长期加暴海拉的证据也被曝光 李哥询问嘉文在哪儿时 海拉为了保护孩子做出了反抗 海拉脱身 走投无路的李哥给手下金氏长下了死命令 联系学校找嘉文 找到他就第一时间去抓人 海拉投靠敏俊去上班 鼓起勇气投入了这场生死未卜的战争 海拉在大宋电脑上考东西的时候被发现 大宋对海拉大打出手 大宋打开密室的门 本以为海拉生命到此为止 没想到海拉突然开始说话 本集正片开始前是一段往事重现 敏俊的姐姐阿贤被文申兰关进车厢 随后文申兰叫来了一个不知情的司机负责开车 无料文申兰走后 司机听到动静 意外发现了阿贤 他把阿贤解了绑 在阿贤的哀求下 司机没有马上联系文申男问个清楚 而是任由阿贤逃走 消失在夜色之中 可惜好人没好报 文申男为了制造死亡事故 已经给车动了手脚 等到司机下坡时 发现刹车失灵已经晚了 残酷的死神悄然而至 紧接着正片开始 海拉用直播公开了大宋的禽兽嘴脸 无数人见证了这个伪善企业家的真面目 之后敏俊赶到时 大宋已经逃走 海拉则被警方解救了出来 这场战争已然吹响了号角 夜跑的时候 敏俊听着对大宋丑闻的相关报道 跑步的速度越来越快 从他对姐姐的重视态度来看 说不好 阿贤当年的意外也和大宋有关 这时 敏俊接到了来自检察官阿浩的电话 现在的证据已经足够对大宋和金姐申请拘捕令 他们的计划正在一步步向前推进 海拉那边就不太好受了 在她的噩梦里 大宋变成了李哥 过度的惊吓 导致了海拉失眠 她索性跑出去买点吃吃喝喝的来度过漫漫长夜 瞧的是刚好小兰也来吃东西 而且小兰和便利店兼职的男生郑宇好像也挺熟 之后小兰和海拉吃东西看电视 海拉突然关掉电视 又把台里盖在了桌面上 这反常的行为看得小兰是一脸猛圈 另一边 便利店兼职的男孩 郑宇回到家时 家里一团糟 弟弟也很狼狈 他们家欠了高利贷 郑宇打工能还的钱非常有限 负责高利贷的大壮 一直在引诱郑宇用别的方式来还债 但郑宇果断拒绝 倔强的郑宇好不容易送走了大壮 还要忙着收拾一片狼戒的家里 弟弟可怜兮兮的样子 让他特别难受 郑宇拿出藏的一点生活费 让弟弟去买吃的 他只能在一个人的时候才敢哭 原来他就是当初放走阿贤那名司机的儿子 司机为了通宵开车的三倍报酬连夜出车 却不料这一去再也没回来 举步维艰的郑宇一家 从此背上了恐怖的债务 画面一转 由于大宋出事严重波及了金姐 这几天金姐忙得焦头烂额 各种送钱 打电关系 帮自己爬出麻烦的泥潭 但最让他头疼的还是老头子的态度 本来已经逐渐要进入隐退阶段的老金 借着这次女儿一伙犯下大错的机会 重新走到台前 将全力握在了手中 回到办公室 金姐压着火对秘书说道 为什么一个个都这么有野心呢 一旁的秘书以为金姐在说老金 却不知金姐在说的其实是他 原来先前老金来访时 金姐转身拿茶 意外通过镜子看到身后的老金和秘书 有意让眼神交流 金姐对这出无见到看破 却没说破 他在等自己反杀老头子的绝佳机会 这里插入了一段意味深长的画面 阿贤被绑在椅子上 纹身男一步步走向了他 与此同时 敏俊正在和检察官喝酒 他通过海拉搞到的资料 扳倒了不少金姐和大宋的人 但要真正打死他们还是难度巨大 不过 敏俊对老金能够重新站到台前已经非常满意 阿浩提醒敏俊 还是要防着点海拉 这种女人杀伤力巨大 就像一把双刃剑 一不小心就伤了自己 敏俊平静地说道 如果他是剑 我就要一直拿到最后 因为用完之后还要折断啊 说吧 握酒杯的手越钻越紧 隔天 麻烦找上了李哥 先前他为了找海拉逼问加文的下落 当众施暴 敏俊用他的施暴视频压制住了李哥 要么起诉你杀人 要么你把这份协议给签了 李哥看完这份暂时不清楚的协议 直接握紧了拳头 画面一转 海拉那边开始了新生活 他布置直播场地时 发现灯光有些不够 这时刚好小兰也回来了 对他布置的新环境充满了好奇 他给海拉带来了新设计的名片 海拉则交上了房租 表示要和小兰一起扛 但两姐妹其乐融融的气氛 并没有维持太久 小兰出门有约 海拉询问她是否有男朋友 后者暧昧表示 当然有啊 她是偶然来找我的生命能量 随后海拉出门买完灯回来 意外发现小兰正在偷偷给正宇塞钱 海拉微微叹了口气 之后导致两姐妹决烈的导火所出现 敏俊带来了新的案子 当事人正是非法受审的正宇兄弟 但海拉却不想接 她觉得欠贷还钱天经地义 即便是不合理的利息和质纳金 那也是当事人事先知道并接受的 主要责任就该由当事人承担 保护正宇这类人不是伸张正义 只会让其他如约还钱的人感到被剥削 小兰立刻反驳道 借高利贷的人肯定有无奈的隐情啊 海拉冷冷说道 活着这么艰难 谁还没点隐情了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负责 小兰质疑她 长这么大 难道就没得到过其他人帮助 海拉想起当初阿贤帮她出了妈妈的医药费 慷慨解囊 但她还是说出了没有 这一刻 敏俊的脸色很不好看 回到办公室的敏俊 用一段回忆交代了她火大的原因 当年姐姐失踪后 她找到电视台 意外听到其他人谈论阿贤给学妹海拉找工作 对她非常照顾 但海拉却借着阿贤的飞往火了 和正当红的李哥走到了一起 回忆结束 敏俊又想到海拉 说她没得到过别人的帮助 脸色越发不妙 敏俊收回思绪 她让小白去了解出版社状告海拉索赔的进度 如果海拉因为缺钱能够对正宇感同身受 这起案子就还能有转机 另一边 海拉也陷入了回忆 当初阿贤帮她介绍工作 还帮忙出了妈妈的医药费 但之后海拉就从其他人那里得知 阿贤竟然是介绍了海拉来顶替她的 毕竟阿贤最近绯闻不断 还有心思做好事 这一切充满了疑点 再加上后来李哥对海拉的暴行 海拉不免怀疑 自己其实是阿贤用来脱身的忌疲 时间回到现在 由于海拉的直播间火了 随之接到了各种爆料 心烦意乱的海拉开始走访街道的爆料 结果不是孩子们乱来的爆料 就是压根找不到爆料人的恶作去爆料 这名见不到人的爆料者提供的位置 刚好就在小兰她爸小五郎开的咖啡馆附近于是 没找到人的海拉顺道 去见了小五郎一面 结果没聊两句海拉就哭了 原来 当年她流产的孩子 也埋在这附近 秦兰自尽的海拉去看望了去世的孩子夏绿 她的心被悲伤填满 今天的眼泪和想说的话格外的多 看完夏绿之后 海拉正准备和小五郎离开 忽然问了一个没有主语的问题 还没有找到吧 小五郎表示一直在打听 不确定是否去了国外 画面一转 海拉坐在回程的车上 想起了加文出国前 孩子送了一个戒指来守护她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 正是这些记忆温暖着她 但这种温暖没能持续太久 回事务所的路上 海拉看到郑宇带着弟弟和高利贷大壮对质 弟弟偷偷要给高利贷做事还债 被郑宇发现果断阻止 大壮表示 要是弟弟赶不来 他就把用弟弟名义开的银行账户交给警察 风波过后 海拉看着加文送的戒指 想起敏俊说过 高利贷经常胁迫 没父母的未成年做事还债 这一刻海拉果断回头去找郑宇兄弟 但他们已经不知去向 另一边 暂时不在事务所的敏俊 通过监控看着一个戴帽子的可疑男子 扛着煤气罐去了事务所 他急匆匆地出门时 又和小白通上电话 小白那边查到出版社的保险公司 把海拉的事转交给了一家催债公司 此刻 刚刚回到事务所的海拉危机爆发 敏俊在监控里看到的男人 竟然是先前陷害海拉的阿诚 阿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海拉毁了 因此特意报仇来了 这时小兰开车来到事务所楼下 他刚和小五郎通过电话 得知今天是海拉孩子的忌日 想起白天的争吵 他就自责 就这样 小兰本来有机会直接上楼救人 结果变成了掉头去买东西赔罪 敏俊那边一直打电话 海拉也没接 忽然间他看到一辆车开到事务所楼下 表情变得更加不妙 好在海拉随机应变 看出阿诚并非想要同归于尽 几句话就把对方对盟了 正当海拉准备逃离 这个是非之地 真正的危机爆发了 阿诚看到门外有黑影袭来 开门的一瞬间 阿诚帮海拉挡下了危险的一击 来人竟然是手持凶器的郑宇 和一脸欠揍的大壮 这时敏俊终于赶到楼下 他冲回自己的事务所 经节已然等候多时 本集完 从最后的剧情来看 负责出版社的保险公司 刚好把海拉的事务所 转给了大壮所在的催债公司 一时以来大壮都在鼓动郑宇 帮他做事 看重的正是法律 对未成年人的宽松 先前郑宇一直很抗拒 但这次弟弟莽撞之下 中了大壮的招 为了弟弟不弄脏双手 他才上的这条嘴船 另外敏俊先回事务所 没有先去找海拉 正是因为在监控里 和公司楼下看到了 金姐的车 对他来说 这可比那些催债的 小流氓难对付多了 战争已经打响 各方势力逐渐浮出水面 究竟海拉拜托 小五郎找的人是谁 当年那些案子 阿贤和海拉之间 还有多少秘密 让我们敬请期待下一集 拿来吧你